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这件事情老铁人们,咱们需要讨论一下,开开脑洞了 突发新闻,波兰边防卫队宣布一名携带长枪的白洛斯士兵 昨天进入波兰领土,并开始破坏波兰边境墙 摄像机发现后,边防巡逻队很快被派往那里 这名士兵逃回白洛斯,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刚刚发生的,首先白洛斯士兵进入波兰领土这件事情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或者说到底是一种有计划的试探行为 还是一个孤立的个别事件 从目前白洛斯政府的军事能力来说 肯定是不具备和波兰在军事上较劲的能力 而莫斯科也正在为前线的战事忙的焦头烂额 所以,就算是有战事发生,也基本上帮不上忙 这一点,卢卡申科比谁都要清楚 所以,大雄倾向于判断,这是一起孤立的个别事件 而波兰的反应也是不温不火 最起码,现在也只是边防卫队发布了消息 并没有上升到两个国家层面的职责 所以,这件事情大概率也不是波兰的假旗行动 这就是目前的态势,发生了一起个别事件 波兰也暂时没有上升到战争层面 但这只是暂时,如果接下来再发生呢 如果一而再暂时三的发生呢 不要说,这对卢卡申科不利,所以就不会发生 战争中的这种借口,不在于有没有真实的发生 而在于有没有人,真的想打仗 所以,今天咱们的脑洞是,到底波兰想不想打仗 我认为波兰是想打的,最起码波兰人想打仗的理由是清晰的 比如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比如卡廷森林 比如之后波兰在东欧华约体系中的特殊性 提一个名字,瓦文萨 这就是说啊,这种历史上发生过的民族性的屈辱事件 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被人忘记的 只要一有一点火星啊 或者有一个机会面对这世仇 谁不愿意去踢几个平安脚啊 而现在,很可能进入到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就是有怨抱怨,有仇报仇的时期 过着这个村儿,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如果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被打败了 接下来呢,当然是和平协议 波兰不会再有机会了 如果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大胜了 波兰当然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说,从动机上来看 波兰是有想打的理由的 而从具体的行动上来看 波兰也在做准备 前天,波多利亚克在社交媒体上 写了这么一段话 欧洲各个国家现在整天要提高军费 整军备武,实际上没有必要 如今乌克兰正在和俄罗斯对决 欧洲国家只要大力的支援乌克兰 把俄罗斯打趴下来 今后欧洲的和平自然来到啊 搞那么多军费干什么呢 原话大雄忘记了啊 但是大意就是如此 对乌克兰政府的核心成员 波多利亚克的这个说法呀 就是希望西方国家把增加的军费投入啊 支援乌克兰抵抗 这个动机本身并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这句话 却给大雄开了一个脑洞 对啊 既然西方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的削弱俄罗斯 让他不再具备发动侵略的能力 请问欧洲那些国家招什么急扩军呢 其实仔细一下 在这件事情上 欧洲国家倒真的不怎么上心 真正最上心的其实是美国 在美国从特朗普开始 就一直有这么一种政治主张 就是欧洲自己不肯花钱 就是白嫖美军 让美国人来保证整个欧洲的安全 这个不公平 所以美国人一直要求欧洲各国 最起码要将军费提升到GDP的2%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美国人很上心 是正常的 毕竟啊 谁都不愿意被人白嫖啊 哪怕是朋友对吧 而在所有的这些欧洲国家里 最上心的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波兰 当然还有一些 比如爱沙尼亚 立陶宛等等 他们也很上心 但是国家体量太小 就是把军费增加十倍 也是毛毛雨 但是波兰不同 又是购买隐形战斗机 又是海马斯 又是韩国坦克等等吧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 波兰的举动多少啊 有点耐人寻味 如果按照波多利亚克的说法 波兰的举动就是有点奇怪 既然铁定俄罗斯 经过俄乌战争被大大削弱了 为什么波兰还要建立一支 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呢 所以我觉得波兰想打 而且在准备打了 如果俄乌战士顺利 自然也没有出兵的理由 但是如果不顺利呢 会不会又时不时冒出来 几个白鲁斯士兵 进入波兰境内 而这次会不会杀死 几个波兰军人呢 不知道 这只是大雄的一些 稀奇古怪的脑洞而已 纯粹讨论 今天的另一个突发事件 就是关于苏洛维金的 这位老星啊 终于被普京总统放出来了 有国际媒体报道 苏洛维金穿着便服 和自己的妻子 一起散布的照片 之前大雄曾经说过 苏洛维金被解除 空天军司令这个职务 很可能意味着 他凶多吉少了 不过现在看来 这个判断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当然 我并没有否定自己的判断 毕竟 普里格金也是被恢复自由了 普京总统表示 他只要好好的 在非洲做贡献就行了 这个事情就算是过去了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过去 普里格金自由的 在非洲和俄罗斯之间 穿行了两个月 然后被实施了 那么 苏洛维金呢 会不会也是在恢复自由后的 某个时间点 被发生了某种意外呢 杠精也别喷大雄瞎猜啊 毕竟 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 是有这个传统的 目前 苏洛维金的状况 貌似还可以 他的军钱被保留下来了 这就是说 生活待遇还是上将的 但是 军内的职务 肯定是没有的 这并不奇怪 总不能关着一个上将军 一辈子吧 奇怪的是 释放苏洛维金的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的特征是 俄军在南线的防御 正在被乌军突破当中 已经攻到了第三条防线了 同时 苏洛维金和瓦格纳的案子 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退出了主流 那么此时 对于苏洛维金的处理 应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继续关一阵子呗 为什么普京总统 要把他放出来 因为苏洛维金的被捕 固然是一个极大的事件 但他的释放 也是一个极大的事件 所以啊 此时释放苏洛维金 暗示着什么呢 首先 这是不是意味着 普京总统和 少一谷们终于清醒过来了 或者不得不被战场情况给捶醒了 开始要启用能打仗的将军了 大雄觉得不像 无他 就是因为普京这个性格 还有就是少一谷 格拉西莫夫的一派人马 肯定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了 其次就是上面说的 先放出来 然后再出现一个偶然的意外 老铁们呢 你们怎么看 今天无产议会 正式接受了列兹尼科夫的辞职 也就是说 换国防部长这件事情啊 尘埃落定 网上有人说 泽连斯基这样临阵换帅是不治之举 在我看来 倒没有那么严重 国防部长 毕竟是文管 不是指挥部队作战 所以啊 算不得临阵换将 但是战时的国防部长 也不是说能换就换的 就拿列兹尼科夫来说 去年开战之时 首批毒刺标枪 NLAW等等武器 的确在抵抗俄军第一波进攻中 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切不能不说 都有列兹尼科夫的功劳 之后的M777火炮 海马斯等等 还有之后的艾瑞斯T 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爱国者 还有西方主战坦克 F16等等啊 都有列兹尼科夫的影子 所以如果以结果来看 列兹尼科夫作为国防部长 是称职的 下转发挥的